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冬天來到台北 不只是吃馬鈴薯鍋 讓我介紹其他鍋物給大家 講到台灣補身的鍋物 相信不少當地人都會推介薑務鴨 而這次我們推介的街坊小店 位於台北的中山區 主打炭燒紅茶薑務鴨鍋 出名夠真材實料 我們介紹這間薑務鴨 是和台北人都給你吃的 湯頭充滿米酒、麻油和中藥香 入口薑味溫潤不膩 這個鴨肉挺嫩 還有淡淡的麻油味和薑味 挺香 而這間食店比較特別 配料還會提供紅沉 每天新鮮由漁港直送 即叫即湯 加上鍋 湯底更加香甜 這裡的蟹真的很多糕 和很甜 剛才我看到他們上桌 還是很生冷 難怪這麼鮮 還有這裡提供的配菜都很豐富 可以單點不同鴨的部位 都挺划算 另外又有簡單小菜提供 好像我們因為拍攝需要 叫滿整桌都是800元左右 有大約6個人吃 是不是很划算呢 等之後可以再去台灣 今年宇宙晚餐 嘗試 就可以讓我們來試試吧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TORONTO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